大陸四名公民記者方斌、張展、陳秋實和李澤華 除了方斌住在武漢外 其他三人都是在去年初 從外地前往中共病毒的發源地武漢進行獨立報導 因而相繼被抓 美國國務院今年4月發布的2020年度人權報告中 特別關注這幾位公民記者的情況 四名公民記者中唯一下落不明的是方斌 他在去年2月10號被武漢警方抓捕 至今咬無音信 公民人們也不相信 家族不見我們也聯繫不上 張展是大陸第一位因調查疫情遭到判刑的記者 去年5月被捕 同年12月28號被當局以尋釁滋事判刑4年 大陸四名公民記者之一的陳秋實 曾是一名律師 去年2月6號在武漢被抓後音訊全無 今年3月29號 大陸網紅徐曉東披露 陳秋實在青島與父母住在一起 但行動區域受到限制 能上網但不能發聲 李澤華曾任央視主持人 後辭職創立自媒體 去年2月中旬在武漢被抓 獲釋後再未更新其YouTube頻道 新台南記者熊斌 黃芸寧採訪報導 完成了